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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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激将法骗我买下的没有核心人员的阿法 这个时候挺漂亮的 小路总 你是不是喝多了 出来喽 你喝多了 喝少了 别告诉王教授的事跟你没关系 不不不不 出名了 放手 商业上竞争的输言 不同于混混打架 你懂吗 说不定有道理了 我走 朱零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王教授是谁 你把话给说清楚 王教授是阿法的核心人员 但是戴宗收购阿法之后 王教授就偷偷地离职了 至于为什么 你得问湛总 你有证据吗 作为男人敢做不敢当是吧 我不有证据 她说的是真的吗 她说的是真的吗 你不相信我吗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在为谁工作 虽然我是欠你的员工 总会不是一个任人百步的傻子 行吧 彤彤 带你去忙吧 知道了 那我先离开了 你们忙吧 温暖这是怎么了 你也看出来了 他从英国回来之后脸色就不太好 感觉随时都会拿枪突突火吧 你太夸张了吧 我们故意演戏 急着朱林璐买了 失去技术核心的艾尔法这事 我难不会知道了吧 知道又怎么样 商场上不是从来就是 有赢就有输吗 他应该很献献的是 他自己站在了赢家的队伍 走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让您操心了 我没事啊 年纪大了 这里那里的毛病总会有 我在家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你刚从英国回来 就去公司处理事情 一天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你也要注意身体 说过我阿爸的事情 是我太操之过急了 才会让对手钻了空子 计划了不少钱 又丢了最重要的技术人员 对不起 爸爸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阿尔法的核心技术人员虽然离开 但是留下来的网络和研发团队 对待众备来的发展 还是很有帮助的 大哥 你教育孩子这么心软 你教他将来怎么对付这些竞争对手 二弟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病了 过来看他 怎么样 二弟 别紧张 我这身体没问题 那就好 大哥 你我呀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心脏承受能力差 咱们比不了年轻人了 这好几十个亿扔在水里 我这心疼的是一宿都睡不着觉 我 大哥 这老话说得好啊 不怕花钱没教训 就怕不懂瞎折腾 我提出来要控制成本 可是咱们林路这股子改革的劲啊 这忠言逆耳的话 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这哪是改革呀 这不像革了咱们代中的命啊 董事会的那些人也提出来了 说这守城啊 还是需要经验 我看吧 当下的市场 代中能猛坐行业龙头 高科技行业 不进步就是退 守城守到头只归一无所有 况且你也说了 年纪大了 许多事情都承受不住 还是放手 让年轻人去床吧 二叔 您今天的教诲呢 我们记住了 至于董事会那边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会亲自跟他们聊 您放心 好吧 林路 那可就要看你们这些 年轻人的本事了 可千万别到最后 还让我们两个老头子 给你擦屁股 这也有什么 Breein 如果我们就要看你 我们就一起理解 我一顿不及 我给我们这些 我能先打费 这些 都要是 你把大家 你把别人 去做 知道 你这次 我很想要 一星小姐 有事吗 我来恭喜你的 恭喜我什么 你的男朋友朱灵露 拿下了梦寐以求的阿尔法 你替我恭喜她吧 我也带领露谢谢你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 被保护得那么好 永远都那么天真 总团办公室你好 文总 我给你邮箱里发了一封合同 你赶紧打印出来让男性签字 我着急要 是 高总 马上就做 这一杯我敬你 要是没有你了 就不会有这么一出好戏 这个朱灵露和潘文宁都是生意厂上的人 想要把前雨的标底泄露出去 还不让他们怀疑 这没有剧本 可比野戏难多了 可是你演得很好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温暖倒还真是尽心尽责 不过她做梦也没想到 这是我们两个联手安排的 她要是知道了 我们把她耍得团团转 她会不会不高兴呀 进来 进来 湛总 这是高总急着签字的文件 它是不赖的 这才是不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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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也不赖的 我们要在海岸里 我把它封在路儿 沐浮 至少 不赖的 婴儿 家人 在海岸里 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爽个团团转 他会不会不高兴呀 你觉得票很开心是吗 好 既然我们俩要不同 既然你认为也是对的 那请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姐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我听到你在跟人吵架 谁欺负你了 别喝这么快 当心伤胃 喝这么病就见不了你了 你说现在男人怎么回事啊 撒谎是加上便分是吗 怎么了 我看过他照片挺老实一个人 老实 都说长得帅得靠不住 心想着找一个老实芭蕉的 没想到人家是隐藏的高手 跟别的女人一起来欺骗我 欺骗这个东西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来了来了来了 这么说 郑总 郑总 你们俩现在是恋人的关系吗 是啊 郑总 回答一下吧 新小姐 什么时候跟他关系啊 本次都很关系你们啊 是啊 本次都很关心啊 郑总 您是陪怡婷小姐 参加新席开机吗 郑总 请回答 姐 你别气了 这样吧 我明天陪你去逛街 明天可是周末 你周末都会加班的 怎么 你这个工作狂 转性了 陈云小鹿 还不是一样转 好 正好你回国之后 我们俩还没有好好 出去逛逛街 那这个周末 我们姐妹俩 就来一个约会好不好 别气了 不过来 没什么 obina 我有什么 很好 不过去 走 走 我是笑一跳 喂 哈哈 怎么样 你买这么大一桶啊 你不爱吃烂肚子头啊 都是这样演的嘛 电视上 心情不好就需要这样子 哇 一大口 对了 朱霖露是怎么回事啊 我之前三天有两头子就快去家里 现在连云霖在地道 她最近工作上有一些事不太开心 我给她打电话都不接 我给她打电话看看 我打电话都不接了 试一下看嘛 接了 朱霖露你在哪儿啊 玩车 是 玩车 是卡丁车 我看他心情不好 去刷三线吧 人呢 去看看 加油 加油 你再出点丁了 好 你们那个九十二号 开了一天了 没见过这么多玩卡丁车的 在那儿呢 应该就是零路吧 嗯 在那儿呢 应该就是零路吧 他果真是来发泄的 你看 开太快了真是 快去 快去 周灵露 你小心点好不好 我面子这么大 两个大小姐都来了 你开车开那么快 是不要命了吗 心情不好也不用这样吧 谁说我心情不好啦 人生嘛 总要点刺激 要是一点刺激也没有的话 也太无趣了是不是 你从英国回来之后 就不接我电话 是不是阿尔法的案子 让你再懂 嗯嗯嗯嗯 别聊这事了 根本不是这么大的事 我再去玩一天 要不要一块 你还开 不许开了 好 那我自己玩 我陪你 你也跟着他发疯啊 小暖 他说得没错 人生那么无聊 我会来点刺激的吧 嗯 既然你们俩都要发疯 那我跟着一起疯吧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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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这么累啊 我背都还挺起来 对 谢谢 谢谢 姐 美在这里 谢谢 心情好点了没 或者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可以让我们俩告诉你 我没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很开心 好吗 竹林录 我们明明就是好朋友 心情不好也不熟 还是小男比较贴心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好咯 说错了 但我不会说话好不好 赶紧看看吧 到底要吃什么 我快饿死了 我现在能吃下一头牛 不过真的我也好饿 见你了 谢谢 我也要想吃 我也想吃 我看看 我不会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请 我们下期见 很快 我们下期见 就像你 最后 他也不追过 不容易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赏 老大 你干什么呀 快去吃饭了 我饿死了 来 一起吃饭吧 宝宝 你快点啊 来 太过分了 你们生活压法 至少在业界帮你们 占领了一些高地 你要是说在庇护口 这么多小租座 太可恶了吧 我知道阿花的案子 让你在公司特点难做 好 好 能不能把苦情去 稍微收一收呢 我问你们我是谁 朱玲露 对啊 打不死的朱玲露 分分钟满血复活 好吗 我要把你这个满血复活的 朱玲露给拍下来 看她和今天下午的样子 来 来 手机给我 帮我们拍照 来 别拍了 来啦 又不喜欢方克啊 我拍个照片怎么办 纪念一下 这么好看的事情 三二一 好 再来一招 一二一二三 把位置吗 救过量啊 一三 一三 快进来吧 挺好的 让我看看 拍得不错 发个朋友圈吧 我的手机呢 已经发了 删掉给你 别删了 你都发出去 再删掉 别多看见 还有个什么事呢 我偏要 再说了 我今天心情那么不好 好不容易心情好一点 能不能顺着我一点 可是我多喝点水 我不沾了 来 帮你切 你干嘛用刀子切我的 那我切你的头 我切 这么粗鲁吗 你来死 就这么没有粗鲁 我说我要不要换一桌吃啊 可以啊 好 你切不吃 你别搅我的鱼 你还给我 走开了 你都吃过了 又又没叉子叉我 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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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本事了你啊 我说你今天 怎么不过来上班呢 你玩得挺开心啊 你玩得挺开心啊 别跟我装老实现在 那我都不愿意吃上omatic了 嗯 你干嘛一大早那么兴奋啊 你看溫暖姐 晓鲁总真的好帅啊 听说他特别懂了嘛 你们昨天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 就不动吃个饭而已 通吃个饭 那你看他笑得那么开心 表情可骗不了人啊 你以后得多发 郑总走 郑总走 快回去工作 温暖姐 郑总他今天怎么了 他笑得那么诡异 我都不敢说话了 不想遭殃是不是 快回去上班 好 接下来大家就让各自分工吧 完成了相关任务 都 都 慰宋给温暖 老大这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了 大家要把所有的工作精力 放在工作上 可能咱们就没有休假日了 没什么问题吧 我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你呢 没问题 那我们就先去忙了 吃饭 我先去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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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没问题 我放这儿 我一定要这儿 我帮你忙了 你你帮我帮你忙了 我帮你忙了 所以在你看来 没关系的一套朋友圈 很有可能会被 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虽然我不如您 可以随时进入角色 利用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但我也不是出入职场 不按时事的人 公司上面的分明 我是知道的 好像从英国回来之后 你心里的这口气 还没有放出来 有幸站在胜利局的阵营 我都感激不尽了 还是站走 你认为我有什么立场 值得我生气的呢 你能有这样的意思 我非常高兴 但是我不管你男朋友是谁 我希望你的任何角色 都以前语的利益为主 难道在整个Alpha案当中 我不是这么做的 那我 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你可以出去 去吧 去吧 棋子 陈云总裁 您好 温暖 是我 职总监 有什么事吗 湛总刚刚交代下来 因为益重案的推进 各部门都会很忙 尤其是你 还要负责整个工作的整合 所以接下来你要辛苦了 周末又要加班了 既然我是潜宇的员工 就算周末要加班 也是我分内的事 潜宇从来都不会亏待员工的 以后只要你周末加班 都按三倍的日薪给你 这点钱算不上什么 只是一点补偿吧 三倍日薪 直总监谢谢你 你不用谢我 你要谢啊就谢湛总吧 是她特别关照下来的 再见 温暖姐 周末加班有三倍工资啊 是啊 是不是好羡慕的 不如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加班吧 我觉得虽然三倍工资是多 但是也比不上我周末去逛逛街 谈谈恋爱什么的 好羡慕的 你太可怜了 你要是每个周末都加班的话 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看到 你跟小吴总秀恩爱了 真奇怪 不知道之前是谁 老说有人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 很讨厌 今天呢一下我多发几张照片 一下子又在这里卖谁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啊 那不一样嘛 那是讨厌的人番呢 那肯定是觉得爱意的 但是喜欢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就像吃糖 甜甜的 甜甜的 看来我是讨厌的人 南千 你切牛排能不能慢点 牛排当然切坏了 我觉得有些事啊 慢下来效果反而会更好 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呀 义仲那个案子 一直都是我跟管提在负责 温暖作为总助 本来就已经够忙了 现在在负责这个案子 经作量加上一倍都不止 你就不怕把它给吓跑啊 我告诉你关于这个事情 你所说的正好相反 有的时候人太闲了之后 会容易胡思乱讲 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你这么做 是不是因为看到了 温暖的朋友圈啊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么个无聊的人 可不就这么无聊吗 反正我只知道一件事 温暖自从到六十六楼之后 每个周末都会去加班 同时你每个周末也都会去 温暖跟朱灵露出去玩那个周末 你去加班了 吃饭给朱灵露 你不爱吃我 多吃点啊 高总 你好 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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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你好 小潘总没来啊 我问你啊 我那个弟弟松散挂了 不用怎么办 好好好 那这样 高总 你要不先带潘总上去 我留下等小潘总 我留下等小潘总 行 那麻烦你了 潘总请来 电话借我用一下 好 小代 他们先上去了 我留下等小潘总 我留下等小潘总 谢谢 多谢 小潘总 我这刚才路上有点堵车 来晚了 那是 高总还有潘总 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好 多谢你们 还专门在这儿登录 应该的 其实上次宴会之后 我就很羡慕站住 像你这么好的助手 现在可不好找 哪里 过奖了 走 请 下次见 好嘞 那咱们下次见 小潘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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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姐 来 准备了两件 对 这个不错 这是新款吧 嗯 是 就这件吧 好的 一心姐 一心小姐 小潘总 这么巧你也在 真是挺巧的 听说你最近接拍了新戏 一直在做准备 我怕你太忙 所以就没敢打扰你 是啊 我最近是挺忙的 新角色是要精通打高尔夫 所以 来找教练请教一下 一心小姐 你的球球准备好了 老冯 小潘总 原来你们认识啊 是啊 很熟啊 一心小姐 你完全可以请潘总 来当你的教练啊 她的技术 可不比我们这里 任何教练差啊 不了不了 小潘总平常很忙的 我今天正好没事 我也是来打球了 那我就把一心小姐 交给小潘总您了 没问题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好 没想到小潘总 也是个行家 所以一心小姐 你就不要舍进球院了啊 我来当你教练怎么样 来啊 膝盖压低 肩膀放松一点 眼睛 来 一心小姐 你第一次打高尔夫球 能打的这种水平 已经相当好了 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半块草皮都被我掀起来了 直接能种地了 我刚才不也掀了人家半块草皮吗 你比我的好多吗 你比我的好多吗 最近我都不太好意思见小璐喽 为什么 因为那份文件 算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一定清楚 文件 说好 这是你们想要的 你确定 要把标的交给联务吗 你可想清楚 你这么做 就占男嫌 可是百孩而无一利 对于潜宇 只不过失去一个案子 我相信男嫌的实力 潜宇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但是有些人 就要彻底离开了 干杯 你是说那份文件呀 那份文件有什么问题吗 带中不是竞标赢了吗 是赢了 但是这赢的 一输了还算 算了 都已经过去了 成定局了 胡说 反正我是相信的 你为什么相信我 你就不怕 你再怎么帮我信任我 最后还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一心小姐 那你觉得 我想要的是什么结果 一个男人 在追一个女人的时候 自然什么都愿意为他做 他想要什么结果 还要我说得那么清楚吗 那我只能说 你还不够了解我 我想要的结果 是你真正的快乐 幸福的 我先换衣服去吧 我先换衣服去吧 真的会有一个人 只为了我的幸福而存在吗 我先换衣服去 去了 温总的 你可算是来了 哎呀 这花可不在这放一天呢 你要是再不来拿 我们就下班啦 这个花谁送呢 好像有卡片 是 潘伟宁 站住 站住好 溫特助 要不要我帮你把朱花送上去 不用 按原地址帮我送回去吧 好 進來 還需要我請你嗎 好 離潘家那個小的 遠一點 公司也沒有規定 員工不能收花吧 好 可以啊 一會兒竹林路 一會兒是潘伟宁 看到我真的是低估了你的魅力 管理學裡面有一條叫做示範效應 下屬會跟著上級有氧學一樣 我想 對於合作方或者競爭方的 人脈運用 在這一方面 鄭總應該比我還厲害吧 你就靠什麼意思 我總不懂你在說什麼 鄭總個人都往事 這個溫暖 倒還是盡心盡子 不過她做夢也沒想到 這是我們兩個聯手安排的 你是聽到我跟一心說話嗎 有所謂嗎 所以你是覺得我跟一心 聯起手地把你給收了嗎 你心裡不熟嗎 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 其他的 無慮不能問 也不敢問 有這樣的覺悟很好啊 特別 您寫著 喂 鄭總安 我好難受啊 你怎麼了 姐 你在哪兒啊 好 怎么了 我姐喝醉了 我去接她 我送你 你放我下 你放我下来 来 我要去找那个混蛋 亲自 小心点 姐 怎么喝得这么醉啊 那个混蛋跟我说分手 要分手也应该是我提 凭什么她提啊 姐 姐 没事了 我带你回家啊 来 把你姐的车钥匙背过来 我拿车 周连路你也来了 刚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说你怎么那么怂呢 你喜欢我妹你就说呀 说了以后就跟她求婚 给她请回家 你这样一直在这个城市 姐 你说什么呢 姐 你认错人了 她不是周连路 我没有认错 你以为我喝多了是吗 我没醉 你们才喝多了 你们都是糊涂蛋 姐 不好意思啊 她喝多了 还有啊 你 周连路 你口口声声说 你在乎我们家小暖 你心里这 不要弄我 让我说 她口口声的只有我妹 你还跟别的女的 去搞暧昧陈飞呢 姐 姐 你是不是在找安慰啊 你因为知道 我们家小暖 她心里装的不是你 对不对啊 姐 你别再闹了 别再闹了 看我闹了 不行 我没听她说的 姐 没关系 酒后涂真言 有的时候醉酒的人说得更惊许 更烫 更烫 没 真的吗 真的吗 姐 我不过就是想好好地谈一个恋爱 为什么我每次都没有犯法认真逃入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要一直到这个样子 姐 我都麻烦了 你走 我好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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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辛苦啊 帮我帮带回家吧 我们到家了 来 我扶你出来 不好意思啊 这么小的事情 小暖不应该麻烦你 辛苦了 别这么客气啊 这是本来应该是 你这个正派男友该做的 我不该喧宾多重 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小陆总每天 可以在外面真话热情 你们这话什么意思啊 原来小陆总离报的美人归 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了 这种焦虑 等待 紧张的感觉 滋味一定很不好受吧 小一本 先别说了 快点来帮我解吧 这样 不早了 您先回去休息吧 这交给你了 我跟着 来 来 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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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今天 谢谢你 别那么客气 今天晚上我知道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要是如果没来的话 那多可惜啊 早点回去休息 早点回去休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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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住人行吧 没问题 可以的 回去吧 姐 姐 你住人家 你住人啊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在乎我们家小暖 你心里最重要的 不要问我啊 我说 在口口声声声中只有我们 你还跟别的女人去搞爱媒前飞 你们 你因为知道我们家小楠 她心里装的不是你 对不对啊 你别闹了 雷贤 你在公司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明天中午 在钱宇附近有一个活动 中午一起吃饭吧 那老对方见 我来 她就知道她跟她一样 她先吃饭吧 你又知道她 lim 有很多人煮échis 你也会说的 你想吃饭吧 我在Cause 有没有 你没有 医生 喂 小班总 不好意思啊 也有事情要麻烦你了 好 喂 你好 我需要家政清潔服务 专业一点的 好 麻烦快一点 谢谢 老婆 老婆 你醒了呀 老婆 我倒杯水 你也好吗 生不如死 来 这是谁啊 早 苏联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要好意思问我呢 昨天你喝多了 喝到断片了都 又吐又闹的 我怎么放心把你扔给小短一个人啊 小短 我昨天 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 说得很清楚啊 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的 全都说了 我的天哪 您好 我是您在网上预约的宝洁 我请进 好 那个阿姨不好意思 因为可能比较臭 所以要给她麻烦 这没关系的 来 这 阿姨来了 您好 您来得正好 来 这里面的味道实在是让我 好 这边请 好啊 但 这是因为我昨天晚上 是因为我啊 我 我吗 难不成是因为我啊 难不成是因为我啊 好香啊 我来 小短 我昨天晚上是在喝太多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说呗 我看你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 都不记得了吧 这初音乐在这儿肯定是你跟她 带我回来的呀 那 展展贤送你回来的 还问我 正南贤 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他还知道 那 那 那你昨天晚上跟展展贤碰到了 你说呢 那有没有发生什么 两个男人之间的交锋呢 姐姐说什么呢 赶紧吃吧 我不想迟到 喂 喂 温暖 我是潘维宁 小潘总 有事吗 前一段时间送你的花好像都被你退回来了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要不咱们出来 当面说清楚 不好意思 我今天工作有点忙 可能不太方便 没关系 我一会儿去浅宇 中午的时候我们在浅宇吃个饭吧 湛总就是对员工要求再高 也总该让员工吃个饭吧 实在不行 我上去亲自给你请假去 不用了 那我们中午见 好 不能姐 你中午真的要去跟小潘总吃饭 他给你送那么多花 他肯定是要追你 你话可别乱说 人家是已经读到门口来了 我得去跟他解释清楚 不然误会会越来越大 别把挂了回去上班 上次送给的那些花好像都被你退回来了 是不是不喜欢 不喜欢 那不是温暖吗 他怎么和小潘总在一起 这边请 嗯 谢谢啊 您好吃你菜单 你老板来了 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先别去打扰他们吧 也是 你说人带女朋友来吃饭 咱们过去也不合适 是吧 好 你看看想吃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错 小潘总 小潘总 那个 其实我们也没见过几次面 以后你就别再给我送花 我怕你几不必要地误会 温暖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 我也是发自内心地欣赏 好 既然你没有这个意思 那我也不会再打扰你 先吃东西吧 其实我们两个还是有共通点的 叫朱林璐 林璐 对啊 也太巧了吧 她是我发小 从小给我祸祸得够呛 听你说我也明白 她的个性就是这样 永远就远说话没个正经 真的是 你看给自己那无稿的 乌颜瘴气的 小潘总 她是我们下一个系的投资人 看起来她人很不错的样子 易中的当家人是潘维安 这个小潘总的 她只是个挂名董事 如果换作是一般人 恐怕早就闹得不可开交了 但是她能够很巧妙地处理好中间的关系 证明她这个人 并不简单 我听说 朱林璐好像跟她关系不错 看来有这一层关系 难怪温暖 跟她聊得那么投缘 吃什么 我点餐吧 服务员 对啊 琵琳一塌糊 你也知道她是幸福 那是 行不下来她永远 她肯定好 还不错 一中午都没吃什么东西 不饿吗 吃一口 我不用了 你也多吃一碗 你什么事吗 这是跟依照合作的 技术方案提供 温暖 你每天帮南嫌 处理那么多 复杂的文件和报告 真是辛苦你了 这是我的工作 雨昕 这家餐厅非常好吃 那 我们有空跟我南宇一起去吧 我们三个 好 好 听你 没什么问题 给你发过去 那我先出去了 我去 您好 您好 来杯威士忌 好的 今天又麻烦你了 谢谢啊 别跟我说谢谢 能够帮到你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价值的 是吧 我挺高兴的 其实你不必这样的 你看 你是我偶像我是你粉丝 还是铁粉 粉丝帮偶像做点事 这别的粉丝还不羡慕着吗 是吧 您的威士忌 谢谢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你 你说今天我们只是种下了猜忌和怀疑的种子 这湛南险的情绪波动就这么大 那你说今天这饭 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说来也是可笑 南闲当着温暖的面 吃下我喂他的甜品 看似是甜蜜 其实是疏远 他根本就是当着温暖的面演了一出戏 湛总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即使林璐和温暖的关系 已经传得全天下都知道了 但他却并没有真正担心过 除非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他遭到了 实实在在的背叛 主要是什么 放入冰箱 你晚上就吃这个了 湛总 有什么吩咐吗 我请你吃饭 不用了 我吃这个就可以了 还是说你希望我打包给你带回来 好 老板 帅哥你来了 这个小姑娘好面熟啊 你女朋友啊 马上来啊 这是一 都没有变 是啊 和七年前一模一样 你还是老样子吧 小姑娘想吃点什么呀 这个小姑娘是不是你大学时候的那个 帮她来一个那个黄鱼馄饨 好的 一家香菜醋双倍 双倍醋 小姑娘这么喜欢吃醋啊 好 马上就来啊 稍微坐一下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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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啊 大型套 谢谢 再去 谢谢 没用啊 嗯 对了 我的小姑打篮球的时候 你有才看吗 你粉丝那么多 还少了一个人 哦 好吧 你没有去看 可是呢 在比赛的最后时候 我看到一个 小美女 也是 我投出了一个绝杀的三分 嗯 我真的很想知道 她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我说你不好好比赛 还看小美女 我看今天得罚你饿肚子 反正被我看到了 你还想装什么 我告诉你 以后我的每场比赛 你都必须到 知道吗 看你表现吧 你怎么不吃啊 没什么 没什么胃口 是不是中午的时候 和潘维宁吃太多了 我说了我没什么胃口 跟任何人都无关的 我看你倒不是胃口不好 是脑子不好的 我之前跟你说过 离那个潘维宁 稍微远一点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忘了 商场上的鱿鱼我炸 我不懂 我也不想管 但私底下我见什么人 跟什么人做朋友 这事情 不该管吧 让你这么说 你的生活是生活 工作是工作 对吗 但你以为你从公司里面 出来了之后 别人看你就是温暖 你要不要赌一下 怎么赌 咱们就赌 你所谓的这些朋友 他到底是真心实意地 是想跟你交朋友吗 还是为了你特助的这个身份吗 赌就赌 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 说 王教授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跟林露说的 和你有关 关于这个世界的人 那就要看你信我还是信她了 你们都是我这人老主顾了 来 把新做的凉菜你们尝一下 小姑娘 都这么多醋啊 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馄饨的 她是来吃醋的 你们慢用啊 你们慢用啊 我也来点 这儿好吃吗 老大怎么还不来啊 老大怎么还不来啊 不知道啊 义重那边怎么样 义重的合约已经发过去了 要是没什么大问题 马上就可以签人 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要不咱晚上去南行家聚一下 今儿可是欧洲杯啊 欧洲杯 不行不行不行 我晚上回去 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我要研究一下 走了 你这个杉杆 干脆研究个机器人女友得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明明就没有说过 千万别告诉别人 这岂是女友 管他这脑子里怎么想的 好 这里的菜太好吃了 尝这个 这个不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管总 我觉得你特别好 带我来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小黛才好了 小黛在我眼里就是一个 又热心又善良的女孩 你说你平时帮我那么多的忙 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谢谢你 管总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特别愿意帮你的忙 你知道吧 你每次一来六十六楼 我就特别开心 好 小黛 你是不是有事要先走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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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房子呢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这个我有经验一定帮你跳个最好的 非常考虑 不是管总 我真的不用麻烦您 不麻烦非常方便 交给我你咱新买 管总 咱们先吃饭吧 你不是 一会儿就要看 你尝尝这个虾丸 特别好吃 管总 管总 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说 是 是 管总 管总 好 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说 是 是这样的 您看能不能跟赞总说一说 让行政部的杜心彤回原岗位继续上班啊 我 我知道这件事特别麻烦您 但是请您能帮这个忙 我 我去试试吧 你说这个是不是叫做英雄救命 我去试试 谢谢啊 老大 你这乌龟养得不错啊 给他喝点啊 放下 喝不死 快点 你看给你心疼呢 真的是 管提 你不玩我先来一句了啊 我不玩 不玩 不玩 我还有事 有什么正事 挑房子 挑房子 你要搬家 小代要搬 管提 姐 我发现你最近对这个丁小代还挺上心的 那是当然的 我告诉你啊 我们潜语呢一向注重员工的生活品质 你说得对 你加油努力啊 我是乌一代 老大 那个 你还记得你之前亲自发配到培训班的一个叫 杜心彤的人吗 怎么了 有人过来跟你求情啊 也不是 其实你把杜心彤发配到哪儿我都无所谓啊 只是我们研发部有个叫做郭如谦的人 他呢特别喜欢杜心彤 对杜心彤那是一心一意的 你说你如果把杜心彤给调走了 那就影响到了郭如谦的生产力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你 规矩就是规矩 任何人都不能碰 我就知道会这样 但是你说这是 为什么 但是也奇怪啊 最近有件事 很是奇怪 怎么奇怪 我听公司的同事说你是为了温暖 才把杜心彤调走的 是不是真的 有些事情是真是假的 有些事情是真是假的 它有那么重要吗 有些事情是真是假的 有些事情是真是假的 它有那么重要吗 观众 好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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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吗 你先别动 你先别动 漂亮加一分 聪明加一分 能干再加一分 观众 你怎么了 那个 问道你告诉我 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南贤是不是有一些 不一般的关系 我真的觉得他对你 很不一样 你怎么办 观众 你是钱宇 研发的第一把手 怎么一大早 跑到六十六楼来 跟我说错了 继续含量的问题啊 错 技术研发 完全不能抛离 对生活的东西 好 观众 你就别害羞嘛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 或者我这么问吧 那个到底是你喜欢他 还是他喜欢你 好 郑总好 郑总好 老大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爸 是这样 拿资料给你 东南 辛苦了 辛苦了 什么文件这么重要啊 一大早你薪资过来 拿给东南 而且我看你们三个 聊得挺开心的 小戴 你说说 这是为什么 我不说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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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晚上跟我睡着 算了 你干嘛有踢我呀 爸 你又踢我 露头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我觉得你以后 就老高睡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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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了吗 天哪 我们郑总 还有这么可爱的时候呢 不过呢 我还是觉得 我们管总比较萌 你说 天下怎么有 这么可爱的男生呢 擦一下吧 口水快滴下来 擦一下吧 心童姐 这些事让他们做吧 没事 反正我现在除了培训 也没有什么事做 那辛苦你了 我们再去查一下 另外一个房间 我绝对不会认命的 温暖 你等着脚 进来 进来 老板 这是阿法公司 最新的研究报告 请您过目 我让你查到王教授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目前看来啊 那个王教授 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离职以后 在美国的一所大学 从事非相关行业的研究 并没有违反经验协议啊 盯紧点 有什么事儿 再去跟我说 知道了 去吧 再难心 你最好别让我 找到什么麻将 我找到你 你是谁儿的 她是谁儿的 你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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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我最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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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林阿姨 是我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 温暖 听你的声音好像很疲劳啊 是最近又失眠了吗 我发现 最近 我好像越来越不受控制 明明就知道他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人 可是他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都还是会影响到我 我不知道继续这样子下去 到底好还是不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离开他吗 你看 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了 就算是痛苦 你也选择留在他身边 不是吗 只有面对才能够打开心灵的枷锁 我希望能够早日看到 从前的那个温暖 谢谢林阿姨 晚安 晚安 好 喂 小暖 我快到你公司楼下了 找我一块儿吃饭啊 不行 今天跟易中签约特别忙 还有一些文件 等赞总回来就我要给他过目呢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给钱一卖命呢 行了 要我来接你 你准备一下啊 林璐 朱林璐 喂 你别吓我 小队 我有及时要出处理他们 这些文件你们在哪里就要给你们分 老师打电话 诺诺姐 不好意思 就过一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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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一下 不好意思 不要过去 不要过去 承手是我朋友 雷洛 就雷洛 小阮 好 你过去 我过去一下啊 你怎么样了 笑笑没有 没受伤 这司机喝多了 还好是蹭上的 要真撞上就麻烦了 你头怎么了 蹭破了呗 整了 没事 蹭破得皮 去医院看一下吧 不用上医院 他是蹭上的 不是撞上的 你还是要去赶人家检查一下 如果有内伤怎么办 我有什么内伤啊 蹭上能有什么内伤啊 都撞成这样了 还好吧 朱霖露头啊 你别开玩笑了 其他地方的 再看一看 手啊脚啊 有没有事 没其他地方受伤吧 没有啊 朱霖露 还是去那医院吧 上医院可以 但是得你陪我去 我还是疼啊 那行啊 真的啊 说好了 行 我带你去啊 走 喂 喂 啊 车被他们拉走了 对 我有会儿去个医院 咱俩就回公司 好好好 别说了啊 拜拜 奇怪了 刚才打去师傅就说在入口 怎么还没来呢 你不撤吧 你别着急了 喂 喂 小戴 分转姐 你快回来吧 怎么了 出事了 艺中的人还没有来签约 他们只派了一个人 拿了个文件过来 现在湛总找不到你 他发了很大的火 你快回来呀 我出一点事情 我待会儿马上回去 怎么了 公司有一点事 不过没关系 我先送你去医院 你小心点啊 小戴 要怎么了 分转姐 管转跟高总都上来了 我 我真的好严肃 我 我好害怕呀 你快回来吧 我马上就回去了啊 你不要命了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你招什么急呀 钱也没有你也会赚的 我想赶快送你去医院吗 你是想赶紧送我去医院 还是说赶紧想去医院 还是说赶紧想去医院 林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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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这么着急的状态 其实说明了一切 在你心里的熟重熟清 其实也很清楚啊 就算我能把你留在身边 我也留不住你的心 像这样两下的同情 其实我并不需要 路上去医院去吧 先走 开车去 林璐 对不起 温 温暖姐 你终于回来了 刚才 刚才我的快吓死了 现在什么情况 医生 医生他们拒绝跟我们签约 拒绝签约 你快上去吧 正总等你好久了 走 进来 你去哪儿了 林璐出了车祸 我本来想送到医院去的 她是骨折了 还是脑震荡 你看一下这个 这些是 这些照片是潘维安然送来的 所以异状是因为这些照片 所以不跟我们签约的 赞总 我跟小潘总吃饭的那天 你也在场的 你知道我们只是 简单地吃个饭并没有 简单地吃个饭 这恐怕只是你自己承认 潘维宁的目的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上午 潘维宁突然出现在 医众的董事会上 拿出了代中给出的方案书 还有报价单 代中给出的方案 跟我们几乎是如出一车 但是价格上却便宜了百分之十五 所以医众那边 立刻叫停了跟我们的监约 你记得我实际上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让你离潘维宁和朱林璐 稍微远一点 你说的是什么呀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现在谁来为你的天津买单 我问了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相信 这件事情是你做的 但是你自己也看见了 你手上这个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照片 证明不了什么东西 问题是我们公司的方案 是怎么传出去的 这个方案呢 是研发部每三人一组 每组负责其中一个子系统 最后由管替合并所有子系统 做成完整的方案 再交到你手上 这个方案呢 进行整合 所以整合潜意 除了你我男嫌管替以外 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那些人 但是这些方案 我们不是一次一次 要发到小范总手上 经过他审定了 难道就不可能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整合方案的审核 他没有经过他们公司的任何人 所以问题一定出在我们公司自己那边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可是我可以发誓 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良心 违背道德的事情 其实问的你不用发誓 我们完全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告诉你啊 潜意呢 潜意的网络管理系统是非常强大的 就在此时此刻 公司里的任何一台电脑 在任何一秒钟的任何一个小的操作 我们的后台都有情况 公司的邮件还有电话 都是有独立的监控系统管控的 一般我们也不会查 但是今天事出特殊 我查了你的邮箱 你查了我的邮箱 这是证明你清白的唯一办法 你邮箱的备份服务器里边 显示你昨天对外发了一封邮件 收件人是朱丁露 附件的内容 正是我们公司做的一种的方案 我绝对没有做这样的事 我绝对没有做这样的事 小黛 震总 你帮我把温暖的笔记本电脑拿上来一下 好 我马上上来 沈总 您要的笔记本 冯丹露 密码 你们都查了我的邮箱了 现在有密码做什么 温暖 不要字 Öz啊 不要妥气 你试一下1399吧 1399 开了 来 你看吧 虽然已发邮件都已经删除了 但是通过系统恢复软件 还是能够确定那个文件 是从你的邮箱里面发出去的 这不是我发的 如果不是你发的 朱霖露她怎么会那么安心地 盗用公司的方案呢 我发的 这么说来 你根本就已经认定 这事情是我做的 好 没事了 你可以先出去了 回头 不是 词吗 谢谢 不是 我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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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提供 喂 有事吗 为什么 你怎么了 你哭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在哪儿啊 我找你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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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 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你昨天是不是收到了 前云的技术方案了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是前云的技术方案 你怎么可以投用 是 我承认 这方案我确实用了 而且理智地说 方案做得确实不错 那白白送到我兜里不免费的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跟你说了我也要用 我不跟你说我也要用 你现在说这个话 是帮站来钱打抱不平是吗 没有要帮任何人打抱不平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站在任何人的角度 但是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现在我在公司我就算有一排江嘴 我也说不清了 我跟你有什么 你以为我之间的心愿 就不值得你销售邮件之后 给我一通电话 是我不信任你吗 是你不信任我好不好 我觉得邮件没有问题 它可以让你离开前面 我觉得挺好的 一举两得我为什么不用啊 既然你话都随到这个分身了 我祝你事业猴吐大战 29 • 10 公司 11 公司 Tony 你走 进来 这谁又惹我们小陆总啊 刚刚结了潜语的大单 怎么还一点不高兴啊 你有事吗 当然了 我是特地来恭喜你的 你用潜语的技术手段 击败了潜语 这说出去多风光啊 以后再也没人说你小陆总啊 不如那个湛南玄了 出去 什么 我让你出去 不是好人心啊 过来的 老板 去查一下昨天那封邮件 到底什么情况 是 也可也好 好 来 今天真热啊 天才啊 依馨小姐 一学就会了 动作那么标准 聪明 还是很聪明的 但是也要看老师是谁啊 潘老师 辛苦了 那奖励你一瓶水喝 谢谢 谢谢 那件事情 你也算心想事成的 多亏了你帮忙 我还要做 借着异重的方案 让温暖 彻底地成了潜雨的泄密症 我想 从此以后 南闲 潜雨上下 应该不会再信任他了吧 其实啊 潜雨是一家非常在意 网络安全的公司 外人想要入侵 特别特别不入名 还是多亏了你 拿到了 撬动整个事件的钥匙 其实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个杜心童 她男朋友 会是潜雨研发部的骨干 怪不得她那么有信心 可以偷到 潜雨公司的账号 一封远程遥控的电子邮件 再加上之前埋下的怀疑 这足以击垮 任何人对温暖的信任 不过 最后一招 还是要靠你说服了周玲瓏 拿着方案 在意众的董事会上面发难 听说异众是你哥哥在做主 这样一闹 他会不会为难你啊 不知道 就算是有一天 我哥哥要把我赶出异众 只要这件事情是对你有益处的 我就都会去做 因为看你发自内心的笑 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对 我是 那份文件有问题 我利用了你 对不起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我早就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 你你你你 因为我信任你 换句话说 只要你说出来的 我都愿意去相信 你傻呀 一心 其实我很清楚 在你的心里 我和湛南贤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但是为了你的事情 我会拼命 你真的不要为了我做这些 我回报不了给你 我知道你回报不了我 还是那句话 只要看到你发自内心的笑 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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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监 我是温暖 温暖 有事吗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不太适合回去公司上班 我希望陈总监可以批准 让我休假一段时间 我明白了 明天我会跟湛总请示一下 然后再回复你好吗 谢谢陈总监 陈总监 回来了 回来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吃晚饭了没有 吃过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可能是最近有点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吧 姐 明天晚上早点回来 一起吃饭好不好 好啊 但是 明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就不想一个人待着 好 来 进来啊 陈总 我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想我还是亲自上来跟您说一声 他跟你说了什么呀 他说他要休假一段时间 好 那你是怎么跟他回复的 那你是怎么跟他回复的 我跟他说我要请示你一下 然后再回复他 知道吧 就先给他放几天假 好 那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是不是需要重新派一个人 来顶替他的工作呢 不用了 没事 去吧 那我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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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去大屋 地霹 地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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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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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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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能麻烦把球扔过来一下吗 鸡 鸡 球打得好好呀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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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好棒 好棒 同学 麻烦把球传给我 接着 你 那就طور了 勇敢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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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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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是因为今天是我们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于公于私 我都不会为了你 牵到任何情绪的 这一点我当然知道 因为在你心里朱临露 不是排第一位吗 只是我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每当遇到问题 你都会藏起来 躲在壳里 你从来都不会想着 怎么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对吗 在公司你是我的上司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用什么立场到我家 来直理我这些事情 你在教训我吗 我没有想教训你 我只是想要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你了什么 你忘记了吗 你还欠我一顿饭 想吃吗 想吃吗 你还要做我 做饭又是难的呀 你冷着 我明天就给你做一个吃 这可是你说的啊 嗯 我等着 等着吧 等着我们一定 给你做一大桌的丰盛加油 姐 你回来了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爸 爸里有点事情 就你俩 爸呢 爸出去见朋友了 对了温柔 明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们的小暖 亲自下说 对了姐 明天一起吃饭吧 不了 我明天还约了同学 那你可就没口福喽 没准是你太好不意见了 你们俩玩吧 我先回屋了 好 你等着我明天给你做饭吃吧 我等着 等着吧 垫得了 那我这样子干嘛 垫得干嘛呀 都给你都给你 我都不要了 现在还是好多呀 你再跟我做一个 好啦 七年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株 你亲手做的饭菜 你可以坐下来陪我吃吗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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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安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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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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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肉倒是挺入味的 不过差了一点火 你这套烧菜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有耐心 学会懂得 好 我来花了 你转开 一点点开 我给你一个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不是一直说我们心理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自己做点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 让那些不相信你质疑你的人 彻底闭嘴 当然了 一个从小娇生惯严的工作 又怎么会在意别人呢 但是再以前给你事 我��는什么事情 这些 aprend楼 我还是想你帮我 我好想想你帮我 我好想想你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儿 湛南姐 你告诉我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你真的不知道 湛南姐 你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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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了 上次我们一起去海洋馆的时候啊 你说 如果能找到一只像我这样的小乌龟就好了 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一只 你看他的样子是不是很可爱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 就要他来陪着你 怎么了 那些 我们 分手吧 小暖 你又在跟我胡闹了对不对 那些 我没有在跟你胡闹 我是说认真的 你胡说 南显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为什么要分手呢 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不可能小暖 我不要和你分开 我不会轻易和你分手的 这南显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就是讨厌你们自以为是 讨厌你每天安排我的生活 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你 从我的世界消失 走 走 原来是今天 怪不得小暖跟我说他不想一个人呆着 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一样 在过去的新年里边 一直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他跟我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他今天心情不大快 公司里边也处理一些事情 等一下你好好陪他 赵楠贤 赵楠贤 你既然知道今天对晓楠来生意味着什么 你还来找他 这样他不会更伤心吗 所以我拜托你 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年的这一天 麻烦你不要再来找他 我会陪着晓楠 未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我很庆幸今天我来了 因为我知道了一个事情 原来每一年的今天 不止有我一个人会心痛 欢迎订阅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刚刚见到展胆线了 你还会吧 我去给你这个晚餐 小暖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们两个早就 姐 都过去了 真的过去了吗 如果过去了 他怎么会来这里 过去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哭 我知道你说这些话 都是安慰我 当年如果不是我 当年已经过去了 姐 我今天真的只是公司 有点事 心情不大 晚餐在桌上 我先去睡 小暖 你怎么走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回事 去哪里 你怎么回事 在哪里 兰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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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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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賢 我好想你 你 怎麼這麼晚還不睡啊 小暖 小暖要夢遊了怎麼辦啊 小暖要夢遊了怎麼辦啊 小暖要夢遊了 文賢 文賢 我怎麼睡著了 你趕緊回去睡吧 都四點了 天快亮了 應該沒什麼事了吧 都怪我 平常總是忙著工作 疏忽了小暖 怎麼能怪你呢 要不是我的話 小暖 他也不會在前面遇到麻煩 都說不好 雖然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好啦 時間不早了 這兒有我呢 趕緊回去休息 明天還有會呢 別擔心了 別擔心了 放心吧 明兒醒了之後 這事你別跟他說 我怕他心裡有壓力 我知道 明天我跟李醫生打個電話問問 到底什麼情況 好 快走吧 回去吧 趕緊睡覺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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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了呀 小暖你怎麼起這麼早啊 我平常他這個時候起的 你才是呢 還足了早餐 你沒事吧 等一下啊 那我先去跑步 跑步 你是擔心我做的不好吃 就想躲吧 被你猜到了 先躲啊 小暖 你有沒有覺得 身體哪裡不舒服 不舒服 沒有啊 怎麼了 沒事我就隨便問問 姐 怎麼了 你不要擔心啦 昨天 我公司真的有點事 現在沒事了 你可以放心 我知道 你快去跑步吧 嗯 嗯 等一下小暖 又怎麼了 天氣那麼熱你不快晒啊 所以我穿得嘗試啊 還是要把這個噴一下 整身 這個很方便的 出門噴一下 都不用提前抹 你還偷懶照來的 知道了 你都說了一千遍了 好了可以了啊 你快我回去弄早餐吧 等我回來啊 好了我知道了 你小心一點啊 知道了 好啊 喂 李先生 是我 是這樣的 我想跟您諮詢一下 關於小暖病情的事 好 好好你稍等 你說 那按您這麼說的話 應該是沒什麼大事吧 好的好的謝謝你謝謝你 對我記下來我都記下來 你放心吧我們會好好照顧他 來 你不是一直說我不信任你 那你有沒有想不到自己做點什麼事情來證明自己 讓那些不相信質疑的人 徹底閉嘴 你今兒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好一點啊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啊 有沒有好一點啊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啊 有沒有好一點啊 我在公司 如果覺得太累的話 就趕緊回去休息休息 別讓自己太辛苦了啊 我沒有不舒服 我要開始工作了 好的我知道了 嗯 嗯 詹總總 我已经去找人事部的慈总监 跟他提出了申请 就想要逃跑 我已经同意你休假几天了 你就想出一个这么没有含金量的 一个解决办法了 刚才我是去找慈总监 向他提出提早 结束休假的申请 他也已经同意了 所以我是来告诉你一声 我今天就会回来上班 我们也要逃跑 你没事吧 小心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继续说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 你说的话就有道理 与其被别人误会 不如拿事实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你晓得怎么证明呢 既然是因为那一封从我邮箱里泄密出去的信件 导致了陈宇掉了一个大单子 那我就尽全力去弥补 重新跟易中签约 温总正回啊 高总 那你们先忙 没事吧 昨儿喝这么多 多谢你陪我啊 兄弟 多谢你陪我啊 兄弟 客气什么呀 对了 温暖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你刚才都听到了 现在易中跟代中签约基本上板上钉钉的事情 温暖想要扳回这一局我感觉比登天还难 你知道这一次温暖他遭受了这么大的困境 他不但没有想要退缩 也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 而是想到另外一个办法去为自己证明 这就证明我的判断没有做法 发邮件的那个人不可能是他 那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暖是清白的 那为什么不表明你的立场 你知道有些人啊 你扶着他走 不如给他一个拐棍 这样让他慢慢地自己站起来 让他以后才能走得更稳 那行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对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件事情上心到这种程度 对了 小乌龟是谁啊 昨儿给你打电话来着 就是卖小乌龟的 卖小乌龟的 大半夜给你打电话 可能大半夜不错了 不错了 你是不是上班很闲啊 我很忙的呀 我是过来关心你一下 你呀 好好工作 就是对我最好的关系了 你这人呢就是过河拆桥 我走了 拜拜 看来最近发生了这些事情 让你压力很大 如果这件事要让你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湛总 帮我们上次合作和那家 资新公司的资料帮我找去 马上 你要的资料 多谢 对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 特别欣赏这家公司呢 是因为他们永远都可以抓住重点 对于我们这种高科技公司来讲 市场的竞争环境这么地严峻 我们想要逆时崛起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 最重要 产品 您正好 你正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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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我们先走 滚暖 怎么了 我这里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想要请教你 技术问题 你知道这些技术问题 对于女孩子来说 就像甲骨温一样的 你确定你弄得明白 我已经先做了一些功课 这些部分其实我已经弄清楚了 只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 我不太明白 原来是做过功课了 那这样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跟他们交代一下工作 我们找个地方 谢谢 滚总 小丹 小丹 今天这身穿得好漂亮啊 真的吗 是啊 走吧 观众 我们这么早走真的没事吗 可是战总跟温暖姐 还在楼上加班呢 特别是温暖姐 她最近都好忙的 没关系 其实这次泄密事件 对温暖的打击挺大的 她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必须拿回义众的合约 那我们不也帮了很多忙吗 剩下的只能靠她自己了 放心吧 怎么了 小丹 你先坐下来 关总 我的鞋跟好像断了 那脚没事吧 你脚没事 吃啊 先去那儿坐会儿 我们再想办法 小心点啊 你先坐下 来 孕妮法 难道她知道我问这个 是送我的还是送她女朋友的 有办法了 坐一坐 够 够 够 快 这样就行了 我帮你穿上 来 起来试试 起来 觉得怎么样 好 那走吧 关总 既然你拿着了就送给你吧 不 这可不行 万一你女朋友生气呢 小丹 我这个买来就是送给你的 我记得你上次好像用的也是这个吧 观众你还记得呀 那谢谢你了 走吧 小丹 你有没有觉得我发明的这个鞋子很像巫符的鞋子 谢谢 终于是 终于是 嗯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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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 则子还个人啊 我这样 天啊 我看我 正忙着呢 过两天吧 过几天干吗呀 我忘了 绯闻小女朋友是吧 行了 行了 你陪她吧 过两天 要狠宰你一顿 说定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啊 地方你随便定吧 先挂了 拜拜 崅记者 崅政兰 这边喝茶 这个是喝茶 对 那我给你这个 给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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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拿一个 帮我拿一个 这个给我一下 这个给我一下 这个 爸 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呢 怎么了 这一大早整个财务部 都有人进进出出的 我一问才知道 朱霖露要查账 弄得财务部都人样麻烦的 查账 发什么账 怎么没有人跟我说呀 我也不知道啊 但他是总经理 查账的权利还是有的 爸 他不会怀疑了吧 不会查出点什么吧 我倒看看 这小子有没有这个本事啊 这朱霖露翅膀硬了啊 不是 连我主管的财务部 他都跟你查手啊 爸 他要是真查出点什么 怎么办啊 先别自乱镇家 咱们先看看 他到底想干什么再说 我今天上了 去财务部 打了近三年来 我们公司采购原料的采购单 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林队 这 有什么问题 我们采购的价格 比市场价格要提高了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我想问一下各位 对于这件事情 对于这件事情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这件事是不见了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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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 咱们最重要的是 解决当务之急 我已经找了新的供活商 我相信很快 成本就会降下来了 我希望各位前辈放心 既然林璐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就按你说的去做吧 各位董事 有其他意见吗 我 好 我们呢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林璐 好 那 如果你需要我们财务部门 配合的话 尽管开口 好 多谢二叔 谢谢 爸 现在贷中的资金缺口 确实挺大的 但指望你二叔这个财务部组 总是指望不上 行了 您放心吧 这事我来处理 走 林璐 今天来呢 是想和你聊聊 白天在公司开会说的那件事 你提议的公司金编成本 我作为财务部门全力支持 不过 我觉得像原来那些旧账 就没有必要再劳师动用地重翻一遍了吧 今天我在会议上已经很给您面子了 有些话需要我说得很清楚吗 带众公司需要发展 也需要革新 关于财务上的事我一定会查清楚 这是我的底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伯 大伯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亲情归亲情 工作归工作 这道理你不懂吗 朱连洛 那看来你是成心跟我们过不去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跟你爸爸白手起家的时候 你还都是尿湿呢 现在你爸爸还坐在那儿 哪儿就轮得向你说话了 都别急嘛 有话好好说 潜宇这几年为什么一直压着带众啊 潜宇这几年为什么一直压着带众啊 因为人家有底线有原则 而带众没有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的 你管得了你就管 你管不了把权拿出来给别人 让别人管 就这么简单 不明白了 你在这儿装什么清高啊 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和易中的合约是怎么来的吗 不就是靠你那个在前雨做总裁助理的女朋友吗 你可真有意思 把女朋友送到竞争对手的手里 这招实在是高吧 还是要去 방법 是 如果你在胡说八道的话 小向对你不客气 铃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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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路 聂統 你跟你爸先回去 这件事我会盯着的 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 放心吧 好 大哥 我相信你 走吧 你二叔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件事你看 好了吧 查账是毕着二叔交出财政大权最好的办法 也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这次机会错过的话 那代中很有可能走回老路的 行 您放心吧 这事让我处理 我会有分寸 潘总 你好 好 坐吧 找我什么事啊 潘总 首先要对这次泄密的事件向您道歉 虽然那个邮件不是我发的 但是我 没有什么大事啊 我只在乎结果 我不关心什么过程 不管是谁接的密 我和潜雨的合作 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如果温小姐 你今天还想就这件事跟我做什么解释的话 我看一点地方 潘总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相信 你潘总的眼光还有心胸 绝对知道什么是对益众最好的选择 那看来 温小姐是有什么选择让我考虑 这里是最新的合作策划案 请潘总过目 若潘总看了 仍旧不满意 我绝对不会再耽误你一分钟 自大不代表自信者 我相信您不会失望的 我可以考虑 来吧 来吧 再来吧 热菜 你怎么回事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爸 这个朱灵露 这次真的要赶紧杀绝 愿谁啊 那不还是你自己的屁股 没差干净 给人家留下这么多把柄 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 我怎么知道他突然要查账 怎么办 先别急 再怎么说 代中还是朱姐的代中 朱灵露他再铁石心肠 也应该明白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道理吧 你想想 那天开会 他没在那么多董事面前 挑明这件事 就说明他还顾忌着 是朱姐的面子 我看啊 咱们还是先退一步吧 齐聚保帅 退一步 退一步 他更加得寸进尺怎么办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有吗 请进 二叔 好 林总 有时间吗 我现在有 但半小时以后我得出席一趟 好 够了 五分钟就够了 来 请坐 林总啊 是这样 那天晚上呢 听你说的那些话呀 我回去是一晚上都没睡好 思来想去呀 觉得你说得对 戴忠啊 确实不能再这样翻篮下去了 所以呢 你的决策 我全力支持 二叔呢 想明白我 很高兴 我呢 主管的财务这么多年 平心而论 一天都没有睡过安稳觉 这压力大呀 总是怕什么地方出问题 正所谓 当家无疑啊 可谁曾想这千房万房 还是夹贼难房 怎么也想不到 这跟了我十多年的财务总监 他会坚守自盗啊 不说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信任他了 我思来想去我根 我根本就不会相信 他还会去找客户要回扣来 中饱私囊 心寒呀 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你说得没错 你家企业啊 他要是想持续发展 就必须讲规矩 就算他是 跟了我十多年的老部下 只要他出了事 我也绝不姑息 绝不干涉 好不好 二叔突然之间这么明视力 还是让我有点 不太习惯 行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如果按您说的 这财务总监真的有问题的话 就按规章制度来处理 怎么样 对 一定要按规矩办事 好 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 还有啊 林陆 我得祝福祝福你 平时啊 多注意点身体 不要老光想着工作 等有时间啊 回家来吃个饭 你不最爱吃 你婶婶给你做的糖醋排骨吗 等回来啊 让婶婶给你做 谢谢二叔 好 那我先去忙啊 慢走 温小姐 这份合作企划书 是你亲自做的吗 是的 潘总觉得如何 托温小姐的福 看来我这次是有史以来 最快的一次打理 其他公司给我的方案 都只是基于目前的市场 但是我从 温小姐的这份方案 我看到了 未来市场的趋势 能够以 这么有竞争力的价格 率先使用 引领市场的蓝海产品 我期待我们之间的合作 谢谢潘总 谢谢 难怪湛总这么看重你 还亲自给我打电话 一定要我来接你 湛总 给您打过电话 要不然呢 我还在气头上 他不给我打电话 我怎么会来接你 进来 进来 站住 这个 是潘总跟潜雨的合作意向书 这就是你这些天努力的成果 总的来说 潘总还是相信潜雨的产品 所以愿意跟我们重新签订合作意向书 非常好 非常好 那天你说的话 我都听进去了 老大 管总 潘总 你怎么也在 易仲新的合作意向书 你是怎么说服那个老潘的 李奇粉 温德 你知道吗 有了这份新合约 你之前的那些留言 就不攻自破了 之前麻烦你了 真的谢谢 你看你这个搞得客气的 不用说那么多谢谢 另辟蹊径 厉害啊 温德 那我说你们不要高兴这么早 这只是一个合作意向书 之后有什么变化 还说不准啊 说起来 还是要谢谢湛总的提点 若不是你提醒我 要关注到潜雨的产品 我不会想到新的方案 就算有了新的方案 如果潘总不愿意见我 那也 我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利用 那你们忙吧 我先下去了 别看了 我们好久都没活动了 庆祝一下 我们好久都没活动了 庆祝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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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可真行啊 我叫你多少回你都不出来 你说有你小女朋友小姐 立刻屁点那样 我到时候自罚一杯行不行 行啊 来 来 来啊 小岚怎么了 先喝一杯再去 我给你讲啊 这个姑娘真的很厉害 在那种情况下 秘境翻盘 这都不说 还说服了我那眼高于鼎子大哥 把义仲下个季度的项目 全都签给潜宇了 我也挺震惊的 你说这战谈前真的可以 调教人的本事 真是有效 我看这个温暖啊 继续待在他身边 这商场上迟早会出现 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 来 来 不过温暖能拿下下个季度 跟义仲的合约 真的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怎么说呢 像温暖这么全能的助理 谁看了以后都会觉得羡慕 老大你还记得吗 你说过 你说过 产品才是公司的重中之重 刚好我们研发部 需要一些精兵强将 要不你把温暖 你还记得吗 那我没说啊 嗨 我听说你 专门给派文安打了个电话 让他一定给温暖一个 当面沟通的机会 这个人非常松明 只要是他想做的 都可以做好 除非他自己 想要放弃 我让你们帮我查 那个泄密邮件的事情 查好了 跟你想不差不多 你说 管总 高总 赵总 温暖 是这样 上次的那个密邮有件 没问题查到的是谁 发生的 是谁 我先跟你说一下 公司的网络安全和防护系统 一直用的都是全球最顶尖的技术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 可以从外部破解前雨的防火架 所以呢我们就一直觉得 这是公司内部人员做的 他们用内部的管理账户 远程遥控了你的电脑 那到底是谁 温暖 你跟研发部的郭如谦 有过什么矛盾吗 研发部的郭如谦 工作上是有几次的着急 但私底下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说如谦平时也是个 埋头骨干的好同志 他脑子里到底哪根筋打错了呀 是啊 郭如谦是 研发部的技术骨干 应该说他的潜雨 前途是很光明的 泄密给戴忠对他来说 有什么好处吗 管爹 前几天你去我们家 打个戏的时候 你是不是替郭如谦求请 是为了行政获得杜心图 是啊 我知道了 我来分析一下 难道是他以为你是为了你 所以才把他的他调走了 而他就是为了他的他出气 再回来把责任推到了你身上 还是把杜心童叫上来问一下 不不不不 赤总监 麻烦你叫一下你们部门的杜心童 来一下六十六 好的 好 陈万 赞总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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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дин家 吗 好 不好 所以就加油了 我的天哪 得很轻松 但是我不用 checkpoint Christie 除非你是故意窜到他 这么做的 除非你是故意窜到他 这么做的 杜心彤 公司的安保系统 会记录下所有数据 就算是删除邮件 也不可能完全抹去痕迹 郭如谦身为技术部的 研发人员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而且 你跟他是恋人关系吧 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 拿到他的账号 而且以郭如谦的技术随之 不只是在前雨 在整个行业当中 都是顶尖级的 就为了这么一封邮件 莫名其妙的邮件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可能会导致他 再也找不到工作 甚至是收到我们的起诉 没错 是我做的 是我偷了郭如谦的账号 他什么也不知道 你说 你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善良 你干吗要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害温暖 背了一个大黑锅 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温暖 你是当事人 你想要怎么处理 这件事情 只要给公司处理的 我先出去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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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杜星彤不降到六十六楼啊 邮件先密的事情 查清楚 原来是杜星彤搞的鬼 诶 天哪 太可怕了 你快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你等我一下啊 这个杜星彤太过分了 还好现在事情都查清楚了 要不然这个黑锅分端记 你要背一辈子的 忍耐在上面 你不都说了吗 查清楚了 就算了吧 好吧 咱们也不要跟那种人计较 混端姐 你看 我朋友给了我三张优惠卷 我们晚上一起去吃饭吧 把那些惠卷都干掉 对了 我 我 我还约了管总 看来不是要去把晦气给赶掉 是想要约管总呀 没有 你看 我想着三张 你 我 管总 是不是刚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那下班我们一起去 好吧 来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温暖姐 成渊得雪 干杯 还要庆祝温暖拿下了一种 下一季的新合约 干杯 温暖姐 我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 好 我再尽你一个 不要开门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门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 管总 干吗总抢我的菜呀 总抢你的菜 真是 我想吃这个 我 其实这件事情呀 我早就知道 咱们温暖姐呀 你觉得是被冤枉的 温暖 她不是我马后跑啊 其实我从一开始也觉得 那个 你不是那个泄密的人 老大也是这么觉得的 她一开始就这么觉得 对啊 老大她说了 她说自己的特助 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 心里最清楚 明白着吗 可是 可是占总一开始 是不是真的 发了很大的火呀 你是不是傻啊 人被算计了 心里难免有些不好受 但是温暖 这杯酒 你得自发一起来 老大之前是不是提醒过你 让你小心潘家的 那个小班总 她的确跟我说过 可你貌似没有听她的提醒 你自己还自己跑过去 跟人家小班总吃了一顿饭 这样才被人找到了 可以利用的把柄 这件事情 的确是我的事物 不要紫色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 激烈的吗 但是老大还说了 说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你 因为既然有人刻意找麻烦 那哪怕不从这个事情 或从这个点里面切入 也会从别的事情下手 而且 而且老大在之前 就已经不好过去 他是故意让所有人 都觉得他认定你是 那个泄密的人 没错 你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但是实际上 你是避免地再次被下黑手 所以别怪老大 老大是在保护你 那这么说来 咱们湛总真的是想得太贴心了 温暖姐我要是你的话 我肯定感动不怕 看你那个花痴样 她一个人能做成这么多事呢 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啊 那温暖 那温暖下一季的那个合约 我也帮忙了 那是肯定的呀 因为你是管总嘛 管总当然一变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说你现在也是够随的 你都不敢去家里 我们俩见面 现在还约到外头 你得算了 躲小暖多长时间 一辈子 我是怕她看见我 这又不高兴 这不火上浇油吗 小暖什么脾气 你不知道吗 她心最软了 你好好跟她说了就没事了 我觉得这次没那么简单 这次我 上她心了 你还知道呢 你这帮小暖那几天 是怎么过来的 你可是她最信任的人 别说我了 我知道错了 但是问题是 算了 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 怎么办呀 我都没想好怎么跟她解释 没想好你就好好说 你刚收回来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不可能只是问小暖吗 我来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 好 咱们说正事啊 我呢 想聘请你做代中的财务总统 我 你们代中那套浑水 我可不想考虑 代中这浑水呢 确实不好躺 但是你想啊 要想改革代中的话 我必须要抓住财政大权 我都想过了 既能够让我幸运 又有这个能力 去胜任这个职务呢 只有你 但是这事情你跟我说 太突然了 我可以好好想想 行 我也没有逼你 不然你好好考虑吧 我跟你谈一次 一次谈不成谈两次 两次谈不成谈三次 直到谈成为止 你光是用嘴上谈的 你当时拿点实际行动 你给我看看呀 小心 包你来 老大一开始啊 就觉得你是无辜的 有没有 站着 给你的咖啡 谢谢 一众合作的事情 你不是多谢我吗 你看人家这么客气 我倒是还有点不适应 员 程ides姐 早安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呀 杜心瞳的事 我在电梯里听公司同事说的 本来公司是要开除他的 他说他自己怀孕了 孕期公司是不能开除人的 这样啊 你说他怎么这么可恶呢 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真是讨厌死我 别气了 在一起都长皱纹了 我都没亲戚是吧 可是你就真的这么放过他吗 虽然他短暂不会被公司开除 可是这件事情已经通报了全公司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 你觉得以后还会有人伤心他吗 其实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有道理 文章姐还是你聪明 你说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财务总监 温柔小姨 大家好 我叫温柔 初次见面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好好好 谢谢 接下来呢 我把我具体之后的工作计划 跟大家讲一下 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接受 你去吧 对不起 来 去吧 还行 凑合 还行 凑合 能不能给点面子 要面子 特别好 谢谢小陆总 这也还差不多 不客气 你说咱俩怎么有一天能够一起共事啊 这要是让小暖知道了 他会怎么样 他不会不理你吧 你以为我是你啊 他不理我 这话说的 你说说你也真是 到今天跟小暖还没有和解 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要不您给出个主意 对 到头来还是得靠我是不是 你说我们这一向看起来潇洒的小陆总 怎么一遇到小暖就那么样了 还真是一物想一物 您先忙 你能不停在哪儿 怎么会这样的 没办法 不用开心 给你 说呀 不停在哪儿 这不停在哪儿 我才会宽市 要不停在哪儿 那你能不能够 你能不能够 都是公司的决定 我无权干涉 再说依你现在状况 公司不会立刻开除你的 你到底怎么样 才能原谅我 你真的不要讲我 难道你真的不能 让我养这个孩子吗 你去吧 你去吧 怎么了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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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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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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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先把人帮来 租三个月 我自己去 二打一二离 我自己去吧 我自己去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有没有人通知站组啊 是啊 我不用了 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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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型头摔了 我怕咱跟孩子有危险 你能不能扶我到医院去看看 都知道